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通膨的压力都是已知的利空 那其实在3月16号上一次联准会睽違三年来首度升息一码的时候 美股就已经提前短空出境 3月16号升一码 但是美国股市上一次从3月15号开始 短线的低档向上强弹拉了四天 四大指数的反弹幅度分别是5.4%到12%不等 那其中又以纳斯达克跟费半 在3月中的时候反弹的幅度最强 可是反倒是台北股市 3月中在美国联准会升息之后 反弹的幅度没有美股那么强 大约是反弹了四个百分点 就是我们现在滑鼠箭头画的这几根 大概是反弹了四个百分点左右 那个时候没有跟上 那这一次呢明天升息就要拍板 结果就要出来了 这一次美股还会迎来强弹吗 还是这一次反弹的力道 会比3月中还要小一些呢 对 没错 我想目前来看到 其实大家对于今天 明天凌晨台股的一个 费得的升息的部分预期两码 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就是说应该是不会出现太大的意外 处于升息三码等等 那假如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3月16号那一次的美股 美国的升息也是相同的 大家那时候预期 大概也是升息一码为主 那当然果不其然 如同市场的预期出现一码 那出现一码之后来看的话 其实之前的美股的部分 或台股都是领先出现回档修正 然后之后出现短线上的一个 利空动化开始 股价出现上涨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这当中来看的话 其实费半的涨幅相对而言 是最大的在那一波的一个反弹 总共涨了12%的一个水准 那为什么因为费半的跌幅最重 因为科技股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进行本益比的修正 那很多的科技股在之前 相对本益比说真的比较高 所以当回档修正的时候 跌幅也比较重 那跌幅重的状况之下 当反弹的时候 费半也比较活泼 所以出现了强涨的一个走势 那台股的部分 为什么那时候只涨4% 没有像费半涨12% 第一个台股的部分来看的话 其实在那一波的跌幅 从高点到低点 到那一天来3月16号 大概只跌了6%的水准 也就是说我们的跌幅相对上来讲 是比较轻啊 跟费半来做比较 那当然所以在反弹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的弹幅也会比较小 好那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说那时候来看的话 其实大概反 以台股来讲 大概反弹到3月底 那时候的一个指数 才见到高点之后 又开始出现 慢慢的回挡的一个修正 3月底的高点 大概在17770点 对没错 就是那时候来看到 其实你可以发现 也大概谈了多久 半个月 对不对 那时候的指数 也大概谈了半个月之后 那又遇到了 现在又要升息 因为更加的硬派要升 所以我个人预期 我认为 其实不管是指数的部分 或者很多的个股 其实经过这一波的回挡 修正 它的幅度 又叫上一次来的一个大 那另外一点来看的话 其实升息两码 我想这个也大家已知 那另外的 就是缩表的部分 大家预期最快5月份 甚至晚一点 6月份就会开始缩表 每个月大概951附近等等 好 那另外一块 就是大陆封城的部分 目前来看的话 应该会冲击 慢慢的一个减小 所以假如说 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我个人觉得 这一次的反弹的空间 或者是时间 相对上来讲会比较长 可能会不止半个月吗 我觉得会不止 因为以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当然有人预期 6月份 有可能会一次升息三码 可是我个人觉得 其实一次要升息三码的机会 真的不是太大 了不起大概是两码 因为通膨的部分来讲 其实之前的原物料 已经出现了 高档回档修正的一个走势 当然离过去 还是非常高 可是至少离之前的高点 它已经滑落了 蛮大的一段时间 另外的 股市的部分 出现了回档修正的一个走势之后 财富可支配所得的部分 当然财富形成缩水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PMI的部分来讲 也出现了滑落 也就是说 景气没有那么的一个热落 那景气没有另外一个热落 当然相对所表现出来 就是需求没那么强 需求没那么强的状况之下 其实通膨的压力 短时间而言 有可能就会稍微的降温 我不是说会大降温 是说稍微的降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想指数这一波 应该时间跟空间的反弹 应该会叫上一次来得比较大的 好 但是很多投资人 还是会半信半疑 尤其是看到今天开高走低 有可能反弹会流上影线 大家就想问 到底是不是只是一个 类反弹的格局 而不是强谈 但至少我们连续三天 都有守住五日线 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判断 现在是不是已经很明确 出现底部讯号 因为我们把美股的因素 拿开之后 好 现在是量缩的 昨天的成交量 是一年半来的新低量 那融资减肥的幅度够不够呢 今年来融资减肥 大概是300多亿 那很多投雇的大佬都认为 这个减肥的幅度不够不够 真的还减得不够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讲到 利空是不是真的有点压不下去 跌不下去了 那现在到底是在一个 反复主体的过程 反复主体就是有可能 还会再回测四月份的前低 还是这个四月份的前低 我们五月份不会再看到了 那如果还在反复主体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反弹遇到压力 还是应该减码呢 对 没错 我想以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 昨天的一个量能来讲的话 大概只有1800亿 那目前预估的量能 大概也只有2000亿附近的水准 我想假如盘市还是 今天盘市还是维持这样子的话 量能大概有可能也不到2000亿 那最近农天五天的部分 农资减了133亿 农券增加了4.2万张 其实这代表一个现象 就是说其实现在一般的投诊 真的是比较保守 也比较光旺 你看量能就知道 你看农资减肥 农券增加 代表散户或主力业内等等 用信用交易的这一块来讲 它真的是比较偏空 那其实我是认为 假如以成交量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目前大概接近2000亿附近 其实说真的要再连续性重挫的风险 比较小 因为大家其实假如说 从价量的角度来看的话 往往低量的时候 都是有机会成为 短线上的一个底部 再加上最新增的利空平板 所以我觉得 以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要再跌破前波的低点 它的难度相对上来讲 应该是有 那当然假如说要转强的部分 就是说你前几天有一个 向上的跳光缺口 它的下缘位置 1645这个地方 假如它未来几天可以不回补 那就代表短线上来讲 真正比较有转强的一个力道 那假如说它真的回补的话 那有可能未来弹生的力道 相对而言就会比较弱势 有可能就会陷入 所谓的一个相形的一个整理 所以在目前的操作上来讲 指数假如真的要往上攻 那当然电子股必须 适时的挺身而出 那刚刚有提到 备半是这两天表现比较强的 并且备半在这两三天 它是没有破 所谓的出现破底的一个走势 再加上今天AMD的盘货来讲的话 其实是出现上涨的一个走势 AMD也是所谓备半的一个成分股之一 所以假如以这样的情况来看的话 今天备半应该续涨的机会是比较大 假如今天备半还可以续涨的话 那我想对于整体的电子股的部分 就会有加分的一个效果的 好 那以AMD概念股来看 2376的技嘉 在11点钟过后 还有买单点火技嘉这一波 股价也是杀身隆隆 跌破了所有均线 但是在这四个交易日 开始向上缓步的攻击 目前是要来挑战上方 绿色这一条月线的反压 那昨天外资是有转为小幅度的买超 但如果台股真的要强攻 关键还是得要看指标的全只股 尤其是半导体股 那照例虽然这两天外资是有稍微回补台股 连续两天在买超 但是外资还是丢出了很多畅衰半导体股的报告 包含了昨天有一家亚系外资 他认为亚洲科技股的底部还没有到 半导体的库存修正 他认为只是时间早晚跟程度多少的问题 那他觉得像是联电啦 世界先进啊 联发科等等 还没有完全反映这个获利下收的风险 所以这份报告呢 是把联电跟世界先进的平等降到中立 那联发科跟联勇也把他们下收了目标价 不过这几档个股 虽然今天联勇在目前的压力是比较重的 但是其实这几档个股呢 这四天的股价没有再继续的破底了 但是呢 外资一直丢出这种畅衰半导体 认为半导体会有库存修正压力的报告 他们的客户在股价低档区还会买单吗 对 没错 我想他们的报告来讲的话 当然最主要都是给他们的客户来看啦 就是说最主要都是 sale by side的一个报告的部分 那我是这样认为啦 其实不管是半导体等等 或者是其他电子业 其实利空的部分 外资的调降 其实也不是这一两天的事情啦 其实这段时间以来 几乎大部分都站在所谓调降平等 或者是调降目标价 假如没有调降平等的话 至少都大概会有调降目标价 所以形成了这一波电子股的一个 反弹的一个弱势 那另外一块就是说 其实台积电4月14号的一个法 说会完之后 结果隔天来讲的话 股价出现大跌 因为它的财报跟展望 其实都很不错 结果还是跌 所以跌了之后 大家再又看到 外资一直拼命调降 所谓的台湾的半导体 或者是电子股的目标价 所以就产生了 当然会害怕 因为股价越跌 大家越怕 我想这是大家的心情 不过我个人觉得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你可以发现 像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媒体 又有人出来调降了 晶圆代工 二线的晶圆代工 对不对 那我觉得其实你要观察什么 你要观察的是说 这些利空对股价的反应 假如说利空对股价的反应 开始慢慢的一个减弱 甚至可以出现 逆势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走势的话 那我想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是短线上底部的机会 非常的一个大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你比如说像 环球晶的部分 对不对 它第一季的一片是很烂 业外因为业外任列一些业外的损失 可是本业的部分非常好 结果你看股价 今天就出现了大涨的一个走势 也就是说 开始大家会认为 本业真的也不错 股价也跌升了 其实前几天也都有这种案例 就陆续公布财报的 其实优于市场的一个预期 或者是未来 所谓展望 优于市场的预期 对利多开始会反映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以目前来讲的话 指数真的应该是在 相对低档的机会是大 那可以择佣来进行一些的一个个股的布局 好 到底哪一些电子股 真的已经是跌到见股 不要再杀低 甚至在这个地方 可以作为是一个长线布局的好时机呢 好 宏海间在反映一个利多 就是传出 他有可能会帮苹果代工做他的电动车 那到底市场会比较买单的是 苹果电动车 还是另外一项苹果新产品 智慧手表 Apple Watch呢 因为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奇 他这个礼拜出了一份报告 他倒不是看好苹果电动车 他看好的是 今年的苹果智慧手表 他预测在秋季的新品发表会 可能会一口气推两款 一款是比较平价的S1 另外一款是比较高规的8 那这个第八代的智慧手表 他预期会多一个功能 就是可以量体温 另外也有可能可以支援低轨卫星的功能 那当然啦 这个用手表来量体温 他还有很多难度必须要克服 过去一直没有办法放进去 就是因为要卓越的演算法 才能够很精准的量测出体温 那还传出今年新的智慧手表 规格升级也会涨价 那大家也很关心 可不可以量血压呢 好 现在传出量血压这个功能 可能还是要再等一等 好 赵丽颖怎么看 刚鸿海又有一波的买单拉抬了 但是郭明奇的报告 看好的却是今年的苹果智慧手表 这背后的利润基础又是什么呢 对 没错 我讲Apple Car的部分来讲 其实时常传 时常传出 红海要代工等等 那我们不管 那当然这部分来讲 假如红海可以代工 当然对整体的红海的部分 当然是正面的 另外对电动车的相关的族群来讲 当然也都是正面的 只是说Apple Car的部分 现在纵使传好了 最快最快大概也要2024 2025 就是说你现在基本上来讲 你要看到Apple Car是很难的一件事 那假如大盘 它是在大家比较乐观的氛围之下 其实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到 红海表现比较强 之前也涨过一波 红海的 泛红海的概念股 也涨过一波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就是在 不要说炒作 在反映这样的题材 可是重点来的 现在的盘是不是那么的好 所以就是说 你还是要有营收获利等等 未来不要太久 不能让我说等个两年 等个三年 那太久了 那不过我觉得 毕竟这样来讲 对它的短线还是会有正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比如说像红海 以胜KY等等 广宇 红准等等 这些股票 今天的表现相对上来讲 是比较强 不过我觉得 这个要马上反映在营收上来讲 就是以Apple Car 当然是不可能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你以题材性的操作为主 那当然另外的 还有所谓的电池的一个线速等等 像帽连等等 这些相对上来讲比较好 那电池材料 车用二极体 或者是第三代半导体 No Flash等等 这一块 另外刚刚提到 在Apple Watch的一个部分 Apple Watch这个就是有的东西 就是说 Apple Watch 8的部分 会不会今年就开始 可以量体温 那我想 我们的郭敏奇 当然有些人对他的看法 相对正版两极 有的人认为 他是地表最强的苹果分析师 对不对 对他的看法来讲的话 觉得准确度非常的高 那当然有的人不这样觉得 然后每个人看法不一样 不过就是说 其实这个一定 肯定是一个趋势 因为Apple Watch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基本上来讲 其实这一段时间以来 真的因为疫情的关系等等 都卖得很好 那传出他有可能会做 所谓的量体温的动作好 那其实假如说 以台湾的Apple Watch的概念股 来做观察的话 跟大陆 大陆的部分来讲 因为广达已经不做Apple Watch 所以力训做代工的 所以Apple Watch 几乎代工的部分 大概都是力训为主 那在周边重要的零组件当中 占的成本相对上来讲 比较高的就是所谓的 感测元件的部分 那感测元件的部分来讲 当然就是以前的光磊 2340光磊 就是现在改名叫台亚 2340的台亚的部分好 他除了感测元 所以他下半年 比如说六七月之后 进入传统的旺季之后 我相信他的营收爆发力 应该会非常的一个强 第二个来讲 就是第三代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 有日亚化的一个撑腰 其实他就是 有日亚化的撑腰 所以上一波才涨到八十块 那当然因为 获利营收数字 说真的 没有反应那么激烈 所以股价当然 他会涨多的时候 拉回修正 跟拉回相对低档的时候 你来做比较一下 你像汉累 去年EPS0.73 毛利率13.6% 台亚的部分 2.11 比0.73高很多 那毛利率的部分 那32% 那股价呢 你看一下 一个110附近 一个40出头块附近 所以我觉得 假如说就长线上而已 再加上 汉 再加上光 台亚的部分 其实他本来就会做 第三代半导体 那现在已经在扩张 明年初 应该就会整个量涨 现在也在送样 听说在送样 给客户等等 所以我相信 从下半年之后 到明年的爆发率 应该是很小 所以股价跌升之后 或许这个地方 会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可以留意的 一个时间点 好 谢谢赵丽的分析 跟 感谢观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